马可福音 它是第一个叙述耶稣生命的记载 而我们最早的历史传统 将这本书归功于一位基督教作家 他的名字叫马可或约翰马可 他是保罗的同事和彼得的亲密合作伙伴 事实上 一位古代的教会历史学家帕皮亚 回忆说 马可收集了彼得的所有目击者叙述和回忆 然后通过这些叙述来形成此书 但马可并不是随便把散乱的资料放在一起 而是精心设计地呈现耶稣的故事 关于耶稣在这本书的第一行中 马可写道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 有趣的是 这是马可唯一一次告诉你 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将只会向你报告 耶稣的行为和话语 以及别人对他有如何的反应 马可把耶稣的生平 设计成三大段 第一幕设在加利利 第三幕设在耶路撒冷 而第二幕则显示 耶稣在从一处到另一处的路上 在每一幕中 他专注于一个重复的主题 所以在第一幕中 每个人都因耶稣感到震惊 他们想知道这位耶稣是谁 在第二幕中 门徒们正在努力去理解 耶稣身为弥赛亚的意义 然后在第三幕中 我们看到耶稣如何颠覆般地成为弥赛亚王 让我们开始 你会看到他如何展开 开篇后 马可开始引用 古代先知 以赛亚和马拉基的叙述 他们说 上帝会派遣使者 到以色列 来预备自民 因上帝将出面 拯救他们 成为他们的王 马可介绍 施洗约翰为该使者 然后 当你期望上帝亲自出面时 马可介绍 耶稣出场 而那时候 天开了 神的灵 降临在耶稣身上 神说 你是我的爱子 之后 马可让我们看到 对耶稣核心信息的一个概括 他去了加利利 圈扬神的国度 临近的好消息 耶稣正在延续 旧约 经文中 关于上帝 对他的国度的 救赎行动的情节 通过耶稣 神正在恢复 他对世界的统治 他对付和打败 邪恶对人们生命的挟制 然后邀请他们 跟随耶稣 并让他掌管 他们的生命 从这里 马可告诉我们 一大部分 耶稣如何 以他的大能 带来神国度的故事 他到处去医治 那些身体败坏 心灵破碎 或受邪灵力量压迫的人 而耶稣甚至做了一件 犹太人认为 只有神有权做的事 他赦免人的罪 而耶稣在这里的行为 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反应 所以有些人跟随他 成为他的门徒 其他人不知道该怎么想 还有人完全拒绝他 特别是 以色列领袖指责他 因受到邪恶的驱使 而亵渎神 但耶稣不但不对 这些回应感到惊讶 反而还去证实他们 在第四章中 马可收集了 许多耶稣用的比喻 这些比喻是关于 隐藏和神秘的神国度 耶稣说 他的信息 就像种子种在不同种类的土壤上 有些能接受 有些不能接受 或就像芥末种子那么微小 似乎微不足道 但后来长得很大 令人惊讶 耶稣的重点是 他真的是带来神国度的弥赛亚 但看起来 并不像任何人所期望的那样 人群中关于耶稣的 与日据争的困惑 起于一个关键的概念 马可在第一幕结束时强调 即使耶稣的门徒们也困惑努力尝试了解 耶稣真正的身份 而这把我们带到第二幕 第二幕从一个关键的对话开始 耶稣把门徒拉到一旁 他问 人说 我是谁 而彼得回答 你就是基督 但显而易见的是 对于彼得来说 这意味着 耶稣是一位胜利的军事国王 是大卫的后裔 他将把以色列从罗马人中拯救出来 但是耶稣是弥赛亚也意味着 他是以赛亚书 53章中受苦难的胡人君王 他在耶鲁撒冷牺牲自己的性命 带来神的掌权 门徒们并不理解 反认为 跟随耶稣君王将带来名气地位和权利 而耶稣清楚地表明 跟随他实际上像死亡一样 像背上你自己的十字架 这意味着要拒绝暴力 自大和自私 为别人献出生命 侍奉和爱的行为 他和他们进行了多两次同样的交谈 最终 以耶稣重要的陈述结束 因为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服侍 而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许多人的暑假 门徒们依然不理解 处在困惑和恐惧中 马可把另一个重要情节 置于第二幕中 耶稣把他的三个门徒 带到一座山上 他突然改变了形象 闪耀着光和荣耀 云彩笼罩他们 这就像以色列神的荣耀 许久以前 曾出现在西奈山上 然后 在西奈山上 与神同在的两位先知 摩西和以利亚 站在耶稣旁 神再次宣告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把这个情节 放在第二幕的 所有这些对话中间 马可正在做出 令人惊叹的说法 神的儿子耶稣 是神的荣耀的体现 而耶稣 以色列荣耀的神 将通过为自己子民的罪恶 受苦而死 来成为王 这个令人费解的说法 让门徒们 在离开山脉时 感到困惑和害怕 之后 就到了第三幕 耶稣 以公开 圣大的方式 进入耶路撒冷 过逾越节 人们称他为弥赛亚 然后 他进入圣殿的院子里 巩固他的权柄 他赶走贼和骗子 停止献祭制度 那么耶稣 开始整整一周的辩论 对职 以色列领袖 谴责 他们的虚伪 然后他们开始 计划要杀害他 耶稣警告 他的门徒 并预员 耶路撒冷 和他的圣殿 将在一带内被毁灭 他的门徒 将像他一样 受到迫害 直到他有一天返回 将神的国度 覆盖万国 这一切都引向 最后一页 耶稣与门徒们 进行了最后的 逾越节餐 这是象征性的一餐 讲述了以色列 通过逾越节 羊羔的死亡 解除奴隶制度的故事 耶稣 赋予这些符号 新的意义 他们指向 邪恶和死亡的释放 这是通过 受苦难的仆人 弥赛亚的死亡 达成的 从这里 故事向前迈进 到耶稣被押 他在以色列 祭司长和罗马 总督 比拉多面前的审讯 都导致耶稣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并在一个 关键的场面 达到顶峰 这场面 与第一和第二幕的 重要场景相匹配 但这时 是黑暗降临 而不是云彩 不是来自 天堂的神圣声音 而是耶稣在他临死前呼喊 最令人惊讶的 是一个罗马百夫长 他看到耶稣死了 领悟并宣布 耶稣的身份 这人 真是神的儿子 他是故事中 第一个 认出耶稣身份的人 耶稣 是被钉死在 十字架的神子 他是弥赛亚 拿三勒人耶稣 为了他的朋友 和敌人而死 之后 耶稣的身体 被放置在坟墓里 新一周的第一天 他门徒中的两个妇女 来到坟墓 发现坟墓是空的 石头被滚开了 一位身穿白袍的青年 告诉他们 耶稣不在这里 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他命令他们 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其他门徒 耶稣活着 他会在加利里 与他们会合 而他们被吓坏了 马可提到 因为惊恐暂立 他们一从坟墓出来 就逃跑 由于害怕 他们什么也没说 这就是书的结尾 耶稣的门徒 经历的恐惧和困惑 与第一和第二幕的 尾声相似 如果你有看圣经 你会看到 马可福音的结尾 有更多内容 耶稣出现时 他对门徒说话 但是还有一个注视 告诉你 结局不是原书的一部分 只在后来 不太可靠的 书稿中出现 有可能 原来的结尾丢失了 或者马可实际上 从没完成他的叙述 但是 这个突二的结局 更有可能是故意的 为了表明重点 整个故事 集中在 令人震惊的说法上 这个说法 从头到尾 令耶稣的门徒 困惑不解 受苦难 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是弥赛亚 是神的儿子 显示上帝的爱 和颠覆的王国 因为耶稣 为世人的罪而死 所以这个故事 在没有结尾的情况下 结束 他迫使读者来应对这个 关于耶稣的非常奇怪 和诽谤性的说法 你会像门徒一样逃跑 还是认出 耶稣是你的王 并传扬福音 而只有你自己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这就是马可福音的内容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